哈喽大家好 今天要给大家分享一件我比较感动 同时让我有点触动的事情 当然我选择背景也特别好 后面是月亮 我走了一路才看到这个地方 然后什么事情呢 就是我老公今天把奶奶送去医院了 奶奶呢在圣诞节前后就是得了新冠 前面一周呢 就是属于发烧啊 浑身疼痛啊这种症状 然后也是靠吃药 后期的话呢 就是最近几天就已经瘫痪在床了 就生活完全不能自理 而且呢身体上触发了一些其他的症状 比如说血缘很低啊 或者比如说这个哪里哪里很痛啊 其实奶奶是有去医院的条件的 第一个她家距离附近的医院并不远 可能走路也就十几分钟二十分钟的样子 第二个的话呢就是说 她有钱 这个非常非常重要啊 她有养老金 她也有这个医疗 医包卡里也有钱 她自己还攒了一些钱 也就是说 就是说不需要子女另外给她花钱啊 哪怕说请 请人照顾她干嘛的 花的这钱也不需要子女另外出事够的 第三个的话呢 她有子女有很多子女 她有七个孩子 无论她哪一个孩子提出来说 哎 我们要把老娘送到医院去 对吧 那这件事情都能成立 但是一直都没有 然后今天正好老公休息嘛 然后就去把这件事情给做了 当然了 这过程当中会有一些阻挠啊 反正呢 这件事情还是比较顺利 现在呢在急诊室 然后还没有床位嘛 在等床位 我刚才去给她送东西 现在呢是在走回家的路上 就这件事情给我触动还是蛮大的 第一个触动就是 有孩子 就一定会给你养老吗 你要想清楚 你要孩子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如果你只是想说关注一个新生命的成长 想去陪伴她 想全身心的无私 无条件的去爱她 很好 那你要这个孩子就要了 如果有些人说我要孩子是为了给我养老送中的 那不好意思 你趁早打消这个念头 你尤其是现在这个社会啊 我是一个老师啊 我见过很多很多孩子 我不客气的给大家讲 真的有很多小孩是很自私的 真的 你不要说让她给你养老 她能把自己养回去不错了 而且就算她稍微条件也好一点点 她也会考虑到自己的以后的事情 她不一定会把时间精力和钱花在你身上的 这是第一个养孩子 还有第二个 就是说我发现啊 就是社会上咱们国家的这个现状 就是说很多老人 六七十岁的老人啊 在家干嘛都在带孙子 那他们的父母谁来伺候谁来照顾 没有人照顾 他没有那么多精力去照顾 我身边看得到的 因为我是老家是农村的 农村的话呢 就是挨家挨户住的很近 所以互相之间非常熟悉 不像城里面互相这个这个 这个联系很少 可能是通过看新苗啊 我是亲眼看到 真的很多老人 他的晚年过得非常不好 就我说的是生活质量非常不好 你要说有没有一口吃的 有就是别人吃一口给你一口 但是吃的是什么呢 也许是剩菜剩饭 也许呢就是直接 就是一些别人不愿意吃的东西 给你吃 一家里面如果说 谁生活过得最不好 也许就是年纪最大的那个 就是用男天的话说 就是最没用的那个 就是谁为家里 不能为家里创造财富 创造价值了 那个人他的生活质量是最低的 小孩除外啊 因为小孩人家看到的是他的未来 父母对孩子真的是无条件的 但是孩子对父母 真有条件 但是你换一个角度去想一想 这些人 他是父母把他养大的 这个养育之恩 真的是需要我们去报答的 所以 你不去照顾你的父母 你反过来去照顾你的孙子 孙子怎么说呢 是你的 情分吧 你有精力去搞 你没精力去拉倒 你是完全可以拒绝这样一件事情 哦 所以我很 我很 很敬佩我老公吧 我觉得说 如果是我爷爷奶奶生命了 我没有那么强硬的态度 我爷当时生命的时候 嗯 我也不想讲太多吧 总之我三姑父 啊 我喊三叔 喊我大爷去 这个医院去照顾老人 然后还给我大爷说 这个你在那边吃住 对吧 你要吃饭干嘛的 也不要节约 而这些费用呢 也是从我这里出 我直接把银行卡给你了 就这 我大爷当时就不愿意去照顾我爷爷 当时就说家里有孩子 家里有孙子 要照顾孙子 接送上约什么的 当时我真的还没毕业 我没有能力 但是我心里真的很难受 我当时其实挺恨自己 没有能力的 嗯 可是现在换过来 如果到当今这个时候 其实我是有能力的 我爷爷奶奶如果真的生病了 需要钱 我完全可以出 没有问题 但是 我没有办法带他们去 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 说我这份无助 就是我奶奶现在还在啊 如果奶奶有一天真的说 瘫痪在床了 或者说 瘫痪不一定 非得去医院 也许瘫痪就属于自然老去的这样一个过程 但如果说身体出现什么症状 需要去医院的话 比如说像我老公他奶奶 这个肺啊 都已经感染一半了 不到一半三分之一 然后呢 血氧非常低 然后检查其他症状也非常不好 就属于这种 不去医院的话 在家真的是受罪 最后活活等死 就是这样一个状态 那如果我奶奶有一天 遇到这种需要去医院的状态 我没有办法说 非常强硬的说 要带他去 他如果说不让我带去 他说老人都这样了 没办法了 那我不知道该怎么做 因为我在家没有发言权 我的 我家呢 其实我姑姑也是比较 善良的 比较 比较孝顺啊 但是 就是各家有各家的难处 比如说像我大姑 她要带孙子 她带县城 她一年可能就只能回家一次 平时如果回去的话 也是我开车 回老家的时候 顺便从县城把她接回家 不然她没办法过去 她就是在城里带孙子上学这种 像我二姑自己也要带孙子 然后 因为这件事情 我真的非常非常感激我三叔 也就是我三姑父 什么事情呢 比如说第一个 就是我爷爷奶奶这个 赡养这个事情 她是主动的说每月给我奶奶500块钱 现在我奶奶不还在吗 然后我小姑也跟她一起说 我小姑也非常非常好 经常来看我奶奶给她洗洗洗刷的 对吧 我大姑或二姑 就是因为带孙子 有孙子这样一个负担吧 她就没办法出这个500块钱 我就觉得那你负担中 那是孙子是你的子女要讲养的事情 你能给他们带 花你的时间精力就不错了 你还要在他们身上花钱 让他们啃你的脑 什么时候能啃得到头呢 啃到有一天 你们失去利用价值了吗 那这不就是循环往复一个过程吗 没有人愿意首先搞一个开端 把这件事情给他断绝掉 但是我三叔呢 他就不是这样一个人 他不仅对我爷爷奶奶好 他对我大爷也好 其实我大爷 我有三个哥哥 加上我四个 我大爷的话 也现在也在家带孙子嘛 就没有收入了 除了种地就没有别的收入了 我们经历几个 每个月都会给他打钱 打钱的初衷也是我大爷 我三叔一开始提出来的 他说你们几个 每个月要出多少多少钱 要怎么样 要打到我这个账户上 然后我再转给你爸 这个事情就是当时强硬搞的 就这样 我还有两个哥哥 每次都得两个月才能交一次钱 一个月三百块钱 两个月才六百块钱 六百块钱拿不出来 应该说三百块钱拿不出来 三百块钱能干嘛 你可能出去吃个饭就没了 不说了 总之呢 就是家家都有难念的经吧 今天的月亮赠给大家 这是最最宝贵 最最好的礼物了 是不是 这里再补充一句 就是我刚才说 我大姑二姑这种情况 实际上他们也是没有稳定收入的 那其实对我们的一个警示就是 咱们老了以后 既然指望不了孩子 有孩子的朋友们 是不是要考虑自己的养老问题 要给自己攒点钱 不要把自己的钱全部投入在孩子身上 你爱他是有界限的 是没条件 但是有界限的 你不能说 我把我的所有都给你 我还要爱我自己呢 我还要给我自己留一份保障呢 是不是 这点我婆婆做的就挺好的 他自己有养老金 我们给他钱他也会收 然后他说 那就当给你们存着 他手上有钱呢 他会有安全感 哪怕有一天说 我跟我老公两个人 真的是真的不是东西 以后不养他了 他自己也能把自己养好 对吧 生活质量也不会差 最多可能说没有人陪伴他了 在经济上他会有保障 就是如果说 不管有没有孩子吧 没孩子的人也要考虑这一块 但是我想呢 没有小孩的人 可能会更容易考虑这一块 毕竟说要考虑以后老了 这个对吧 没工作了 没收入了 该怎么办的问题 但有孩子的话 也要考虑 这个非常非常重要啊